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鏡頭一開始 我們已經在餐廳了 老爺吃完,在抹嘴 我們在哪裏 吃飯,我飯堂 你現在飯堂,在哪裏 我飯堂,你告訴你 你偷偷對你 我只是和你蒙如雙眼 帶你過來 李星 我飯堂是李星 第一晚開飯堂 老爺第一個就是來 光顧李星 太久沒有吃燒鵝 是啊 這間就是李星 他在深水埗 都很有人氣 我們很多觀眾都經常去光顧他 是很可愛的 怎樣過來呢? 就是深水埗 廣鐵站 D2出口 之後 轉右手邊 直行3個鋪位 就到了 看見到這麼漂亮的燒鵝 老爺馬上叫一半隻 兒子今天都來捧場 老爺 來到當然要叫燒鵝 很久沒有吃 是啊 我們很想念李星 李星也有幾個月沒有開了 燒鵝可以說我李星的 Signature 招牌 老爺今次的燒鵝可以嗎 今晚的燒鵝 一罐水準 當然你說 喂 是不是整天鵝都這麼滑 鵝胸是不會像你想想的那樣滑的 但是 鵝杯 大腿 那些位置 是滑就滑 好吃的 嗯 嗯 這個就是那些 那些炸 湯料 不是叫渣 這個是湯料 好喝吧 兒子說好喝 這個湯好濃郁 好好喝 好香的杏仁味 雞味 還有所有湯料 集中在一起的精華 喝得豬肥湯 當然要吃雞腳 好 老爺表演來喝這個豬肥湯 好 老爺表演來喝這個豬肥湯 好 老爺表演來喝這個豬肥湯 老爺這個豬肥湯 老爺的味道是甚麼 豬肥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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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要點的 嘩 上了個雞鍋 有個鐵鍋 這個不是鐵鍋 鐵鍋 有薑蔥 有薑蔥蒜 有薑蔥 吃吧 很飽味 咦 不是呀 我發現有豬肥湯 對呀 我有豬肥湯 我吃豬肥湯 雞就留給你們 高級的東西留給你 下藍的東西留給我 老爺對於雞鍋是一般的 因為我和兒子喜歡吃雞鍋 所以做了雞鍋 老爺就吃這個 椒鹽鮮柚 我以為你試試這個鮮柚的味道 這個也是兒子的 兒子叫的 香口 鮮柚是否新鮮 鮮柚是新鮮 不然叫鮮柚 不然叫鮮柚 不然叫陳柚 這個椒鹽鮮柚 粉漿都炸得很酥脆 鮮柚又新� 有咬口之餘 不會很硬 軟軟的 鮮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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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用來拌飯 味道不鮮柚 它有菜乾 白菜 杏仁 還有雞 還有豬肺 還有瘦肉 熬在一起 你怎麼能夾得住它的油滑 我們再點一個 蕉絲腐乳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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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好嫩 那些棒又嫩 那些菜葉 都蘸了腐乳汁 好正 但它不會過鹹 挺好 說回雞煲 它炸得比較久 雞肉 比較乾身 不夠肉汁 但是它很野味 很少 現在7點38分 目測 目測差不多 坐滿了 埋單杏汁豬肺湯 小的228 炭燒鵝黃半隻298 椒鹽鮮油103 遮遮滑雞煲95 招絲腐乳時梭83 加上1就888 另外啤酒不收錢 是老闆請我們喝的 多謝舅父仔 是呀 她的名字叫舅父仔 不要走 大家有沒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進來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點滴分享 我的ID是 RedOK118 多謝 支持 支持 支持誰 支持阿肥 訂閱 讚好 留言 留言 不知道說什麼好 就給個心 就行了 多謝 拜拜 是行 之ugene ..? Bring usń 另外 什麼 你們 只要